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上个月我跟嘉明教授和其他朋友一起去了新加坡 去参观其中一样就是他们的科技研究局 Astar就去看了很多东西 看完回来我自己当然学到一些东西 但是我们在立法会我都跟吴教授说 我们都会尽力去跟进 但是我觉得你说这个创新科技各样东西 是我们在网络世界那些观众听众都应该知道多些 大家到时政府推动的时候 大家也会支持也都明白 其实网络世界最紧张就是创新科技 因为你们创意无限 我们在香港做得够不够呢 为什么教授又会建议我们去新加坡看呢 有些什么我们可以学他呢 所以今天就特意上来 教授我们去新加坡就真是来也冲冲去一下冲冲 我们去那天你知道吗 我们八号风球 你记不记得 那天早上我打给你 你在新加坡 我都不知道我们想不想到飞机 我们在八号机那时 起机的 最后王昏就去到新加坡教授来接我们 我们晚上吃饭 第二天就一直去探访 完到下午就飞行回来香港了 你觉得我们去 你自己满不满意 那么匆忙 虽然是比较匆忙一些 但是我们是看到最重要 新加坡最重要的科研机构 因为 或者你简单说给我们的观众 你懂什么是最重要的 我们看到 好的 首先 大家好 我们觉得 香港我们做事 最重要是要拿人的长处 我们只要做科技发展 要看看全世界如何做法 因为我们不能够香港自己人做事 一定要看全世界的发展 因为我们已经是世界的都会 世界的城市 所以我们就决定去新加坡的Astar 看他们如何做 当然我们的香港环境不同 我们做的方法也不同 但是 就看到 我们Astar做事 就比较 就是 喜欢 比较 怎么说呢 就是比较大规模地这样做 比较专注地这样做 这个是新加坡做事的手法 这个Astar本身来说 如果你看回整个新加坡的科技投资 他们是佔了四成的 这个Astar 就是本来说 新加坡现在政府给的科研基金 四成是Astar用了 所以一定要看别人 如何用钱 但他是一个全部政府控制的组织 没错 而且那个主席 叫做林全保 林全保 他是前国防部长 我们香港没有国防 也没有这样的位置 或者是保安局长去控制 即有四成 但他跟我们做事有些不同 对 没错 他们就比较 我们叫做centralized 将这些东西集中化 他们就我们 好像刚才刘议员说 他们看我们看什么呢 第一 我们看下去 即是他们怎么将那些 他们怎么组织 即是我们花钱 最终花有其所 我们都不是少的 我们是多少 二千年放了五十亿出来 是啊 都很多钱 你也可以比较一下 给我们的网民听 好啊 即是我们放了五十亿出来 现在搞成什么 我看这条数 现在还有二十多亿在那 但是你说他那边 他是很中央集中 那你觉得他的做法是比较可取 我觉得就是每个地方不同 因为我们的历史发展 我们香港做事的模式 和新加坡是不同的 但是我们看他的地方 就是看看他的政策是怎样的 他们扔钱出来 是不是一定有成果呢 现在来说 你可以看到 他们已经走到很大的路 亦都扔的钱是比香港多的 这个无可否认 人都知道的了 所以就找他的主席 跟他谈谈 他们的策略是怎样的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们当时的第一个会议 就是跟他们谈一谈 看看他们是怎样做这些事 然后我们不止的 然后我们就看看他们 他们将所有的 有很多科研的机构 集中在一起 他们集中在一个 即是成行成事 那为什么呢 有好处的 有好处的就是 好像我们香港 我们就算是做卖婚纱的 几间店在一起 那当人集中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叫做 critical mass 就是一堆人可以一起这样做 那些人走来走去 就有新的意念产生 那这个我们又看过去 怎样做的 即是这个集中了的地方 我们走去 我们的数码说的 是这样的 不过别人说 叫做王总脚 就是不消帝 不过我们有个科技园 是吧 那些你怎样比较 你觉得我们不是很成功 我们科技园来说 现在在第三期 也会将我们 即是现在我们科技园 有小公司 也有大公司 现在我们有两个主要的 一两个科研机构 都是在那里的 就是一个应科院 另外我们 我们科大有一个 立米中心 我也是一个 在那里的主管 那我们的立米中心 有大部分 都是在科学院 所以我们也将它 推了去 将它集中去 如果当我们 起到第三期的时候 就更加有机会 将多些东西集中在一起 令到 那些东西相辅相成 如果这样比较 我们跟新加坡的做法 都是相似的 所以你会觉得 因为我们看到它 我就觉得它很多 它很想吸引外国的 那些学者 各方面的专才 又不知多少个博士 又有这又老 这个就是 你看得到 我们香港 是不是都有这个政策 或者这个做法 你也觉得是很可取的 是不是 就是吸引全球 当然最能力的 那些未必全 但是都找些很顶尖的人物 是 我觉得这个吸引外面的人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世界上来说 香港 新加坡也好 香港也好 就希望找最好的人来香港 去中国 去中国做事 我们香港一定一样 为什么呢 现在资讯这么发达 那些人一定是走最尖端 那里 你才可以赢的 那样自己 当然我们香港人 也都要知道 我们自己尽随 但是呢 也都我们应该明白 我们不是什么都好 什么都好 一定有人一个地的 那我们呢 新加坡也好 香港也好 就希望找最好的人来香港 那我们呢 也都是走这个方向 那你说 我们有没有 就是好像新加坡 做那么多呢 那就看了 因为我们一个很好的长处 都是我们背靠祖国 所以我们很多 因为呢 我们祖国有那么多人 在那里 所以也都有很多 专才在那里 那变成了呢 我们呢 如果跟新加坡比较 有好处的 因为我们祖国人多 也都有一些 一定有那么多人 一定有很厉害的人 那我们呢 譬如我们科大来说 我们很大部分的教授 都是国内的同事来的 那我们呢 就招揽了那些人 回来 就一起做事 希望呢 帮助香港的发展 嗯 你刚才都说 你说 你也是二千年 才从美国回来 是吧 没错 你从文省大学 为什么那时候你会决定回来呢 又是被香港 是被科大招纳你回来 是 当时科大呢 都是 就是留我们回来 我和我太太一起回来 我太太都是教授来的 都是 都是不是科大 是的 都是科大教书 是不是又是你个系 是吗 不是 他是电机系 是 是 那当时呢 就有几个原因 第一就是我家人 最重要 哎 就是回来同声同气 做事又快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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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茶也好 吃东西也好 这个原因之一 你在美国多少年 三十年 三十年 七年 三十年都不回来 怎会到最后才说 同声同气呢 为什么呢 现在呢 当时我们是家人 这个很重要 还有 也知道 我们可以 比较私人一点的东西 我们可以留在美国 就过世了 但是你看一下 现在中国发展得那么好 还有香港也有这些需求 一个好 在我们说 除了同声同气之外 喝茶吃饭之外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有很多机会 我们再看我们的工业发展 科技发展 因为八几年那时候 我们主要是做一个 OEM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很多香港的厂家 就是 办公室就在香港 但是生产全部都在国内 那些是比较劳工 密集一点的工业 到今天来说 科技是非常之重要 我们一定要发展的了 所以你看到我们当时 有一个私心 就是说 今上给我们 我们回来的回流的人 非常多机会来发展 那这个也是一个 很吸引的地方 你就说 多机会 现在 我相信你都说 听到那些八十后 那些是鬼殺那么粗 就说 没有机会 是 你现在觉得 你回来二十年了 十年 二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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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那你觉得 由你回来的时候 到现在 是否那些机会越来越少 或者只是比那些 年轻的那些少 其他人还很多呢 就因为当时 我们的工业发展 我们的科技发展 从我眼光来看 有一个断层 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你很有经验的话 见到很多事情可以做 但我觉得 因为我自己有很多 本身的学生 看着他们出来 就是找工作 真的找科技的工作 非常之不容易 很多学生 大约是三分一 就是真的做科技 其他很多三分二 这个是很好的学生 我回来之后 教了很多本科生 自己有碩士生 博士生 我都教过 你回来发现 真的比较高端一些 高增值的科技工 就不多了 我见到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有经验回来 就有很多机会发展 但是我们基层那些 就变成了一个机会 没有那么多 我们知道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自己觉得 如果看回整个香港的经济 发展 一定要多元化 我们希望尽量制造 就是有高增值的工 给我们的子弟 那么我们呢 下面那里呢 现在来说呢 还是我觉得 有很多机会 我们是可以为我们香港的市民 做多些事情 这里就是 嗯 你又带了几本书来 你这么说 有本是高坤写的 20年前 或者你讲过 是否就是 由20年到现在 到现在 好像不是动得很多 是 我们都明白为什么 我自己回到来 我就对自己的工业 香港的科技发展 是有非常大的兴趣 因为我知道如果香港 我们香港人 由走难来 一直到发展到今日 中间很多过程 有很多困难 但是香港人呢 就是商家人呢 就很清明 就是懂得怎样做事 那你看回 我刚才说 八几年的时候 很多 就算我自己中学同学 都走去国内开厂 那他们做什么 就是做一些 比较劳动性 劳工性 多的生产 但是90年那时候 高坤教授 就已经说 就是说 我怎样能够 将我们的香港呢 可以做一个工业的发展呢 那样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们呢 希望真是多元化 那你现在要知道了 我们政府都说 六大产业 就是科技都是其中之一 但是90年那时候 高教授已经决定 就是说 怎样做呢 我们当时做纺绩 做塑胶 很多很多的 那时候就有一个方向 就是怎样能够将它强化 你看看 我们当时 我最记得 我比较小的 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 中学的时候 暑假做小型工的 做什么 原子粒 真是的 那现在呢 你看看 台湾当时 跟我们都差不多 原子粒 他做的时候 我又做 但是今天 你看看台湾 你买了 你买了 你把电脑 就是台湾做的 全部都是 是 那现在呢 你见到 他们走了一步路 而我们呢 这些事情 我们回顾一下 发现 为什么会发生呢 就是我们比较 我们上年多些 看回头 六多年那时候 七多年讀中学 你看回头 发现 就是我们因为 一个历史原因 我们很多 就做比较 就是 勞工性的 加工业多 那变成了 走的路不同了 那当时 有高教授 90年就说 我们应该怎样再改变呢 那跟着 跟着 我们也有其他的 这个 另一本书 就是讲一下 那我们跟着 是怎么做 我们知识产权又怎样 当时 这个叫做 Susan Berger 又是另一本书 讲香港的科技发展 那你看回历史 就发现 我们是有心做的 但是因为 我们的周围环境 因为有经济问题 因为如果 我们香港人最懂 就是很精明 如果我们做 労工的工业 赚到钱的 那样 赢硬 那为什么要做其他 呢 但是 你看看今天 到现在 我们 2011年 这个世界 看着我们变 很多 大家 和业界 我们科大 和业界的商家人 又交往 和工业家又交往 你看到 国家的发展不同了 而我们香港 亦都要 将我们的子弟 增值 一定要增值 才有好的收入 一定和人竞争 所以 在90年开始 到今天 有些大胆 说 说 说 因为 环境 就是 最重要 我自己觉得 为什么我们香港人 由开始 我自己做年轻 到今天 我们是很努力的 香港人 做事 肯有发奋 徒强 但是 当你没有危机感的时候 就很难 现在 到今天 有没有危机感 我觉得 都没有 开始有 开始有 你看到 我们科大 我们教书 就知道 我们教 现在教了 国内的子弟 来香港 我们也有香港的学生 我们大约九成学生 都是本地学生 有些国内 亦都有国外 印尼华侨 我们都有的 我们看到 就是 国内的学生 是很純粹 就是很紧张 很紧张 要追一些东西 我们就说 根本上 为什么我们刚才说 要引进外面的专才 为什么呢 因为一定有竞争 才有进步 我们 问我自己的学生 是很紧张的 因为我们希望多些 科大学生 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你看一下 我们的学生 都知道 人家那么紧张 这是一个竞争的社会 当然 有时竞争 都不要那么紧张 有时都要走一街 看一看电影 吃一看饭 但你也看到 当我们很多同学 一起聚在一起 的时候 大家 学大家的长处 国内的学生 国内的长处 香港 亦都有我们的长处 我们现在做事 比较少 我们的文化 就很小心 做事 安全性 譬如神社的安全 我们已经有过训练 大家各有所长 所以我觉得 由当时的工业发展到今天 到我们学生的一起 如何组合 我觉得永远都不会太迟 但是就不要再迟了 就应该尽快 我们将我们的发展 即是系统化 将我们的科技发展 去推前一步 以及我们的世界 其他的都会 城市的经济体系 其实我们在立法会 一直都跟进这个项目 就是工商事务委员会 上一年和未来的一年 主席就是王定光議員 就是民建联 副主席就是方江議員 自由党 其实我们很多议题都谈 例如创新科技基金 怎样洗 那些实验室 最近听到又宣布 又说给多些钱 又跟内地在那里多些合作 其实很多东西 你说的那些 他都有做的 初来说他2000年 又整了一个基金 又50亿 我看过那些文件 又好像又洗了 但是他又放在外汇基金 又找到些钱 现在还有20多亿 又有个科学员 还有三个工业村 对不对 很多东西都有的 政府最擅长的 你说人家有 我们也有的 我们就去新加坡看了 新加坡也是20年 他们又不知多少年计划 听你的口气 你当然觉得 人家那20年做多 我们很多 虽然钱是扔多了下去 所以现在 政府也一直说 就是他在检讨中的 所以我相信 因为我们现在有复会 又会再来的 他又检讨 还有那三个工业村 他也是在检讨中的 即是怎样做 你觉得有哪些东西 应该调教一下 或者是怎样呢 你觉得 是 我们现在工业 是有需求在那里的 就是尽快把我们的项目 要怎样能够做 做好它 第一件事 我觉得 我们就是 因为我们是科大 我们通常觉得 就是 我们看回我们的投放 如果看回跟新加坡比 是比它少的 实在是 我们也不是用钱多是好 最先看 使得有其所 和怎样放资资源的问题 我觉得 如果我们比较 不要只是比较新加坡 就是比较国内 他们的投放都比我们多 还有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如果刚才我们去过新加坡 我忘记了 Astar的主席也指出一点 就是 他通常 我现在在新加坡 做 他投放的资源 在科技发展 他大约20%是做基础科研 80%是做应用科研 为什么呢 因为应用科研 我们做 明白了一件事 就是 在一个实验室 做完一个实验 就不需要很多钱 但是做工业发展 一定要做大型机器 做一些比较实业 因为你做完出来之后 不是做一次的 你要做好 你要做以后 我们叫做Yield 就是成效率 你做一个杯 就算一下 你不能够做一次就过 每个杯出来 是一模一样的 以及质素 是一样好的 这些就是工业发展 应用研究 所以如果在A star 来说 他百分之八十 都是做应用科技 那我们呢 我们应该也都赚了香港 我们香港来说 不只是说科大 港大也好 CQ也好 中大也好 我们香港的所有大学 都是世界一流的了 没有人说反对的 即是我们第一第二 不要争了 没有什么意思 但是最有意思 一切了我们香港 所有的大学 都非常 即是在世界上 一直之位 你去哪里的世界 你问任何人 我们香港有个地位在那里 但是呢 如果做应用科技来说 就有要学习的地方 要有进取的地方 所以说我们要继续行前 应该怎样呢 我觉得呢 就要更加放多些力量 在应用科技 为什么也这么重要呢 现在你知道 我们香港呢 有大约是很多的厂家 都是在国内生产 现在国内呢 亦都是给我们很大压力 要我们厂家 升级转型 有两个选择的 我们 我不知道大众市民 知不知这件事呢 就是 国家给我们两个选择 你可以搬去港西 就不要去深圳 深圳地贵 第二 你可以升级 即做高增值 但是高增值 你做什么呢 就是这样 我们呢 香港呢 有些科研中心 希望 把技术 推高 那有个问题 在哪里呢 因为过去历史 很多厂家 就 根本就没有实验室 是的 是 最好找一些务工密集的赚赚 以前你记得 這些是俗語 他們自己本身也不太懂 如果有得賺他便做 突然你要他騰龍換鳥 那又怎辦呢 那些人現在你告訴我們 那些人去了哪裡呢 有些人已經賺夠他們便收工 但是我們不是這樣想法 因為香港還要發展 如果每個人都收工 到我們就收工了 那香港怎樣發展呢 因為你看回整件事 這些是我們的工業家 我們的商家 他們也是我們在香港 請很多人做這件事 那我認識的廠家是怎樣呢 很多工程師、高級人員 都是香港人來的 但是我們亦都沒有分 實在是現在都請國內的人 本來是說香港人 跟國內人沒有分別的 一定要競爭 你好東西人家會請你 是這麼簡單的 那現在他們不是走了去的 他們就根本上就是很希望發展 很希望找些高的科技來做 但是因為過去的文化發展 文化沒有怎樣做 所以我覺得我們大學是可以幫到一些的 但是大學都不是一個做兵的 做工業 因為怎樣都沒有這麼大的機器 我們都在實驗室裡面 所以我覺得好像新加坡也是這樣的 為什麼A Star有整個新加坡40%的資源呢 它就是我們去看那些研究所 就是真的希望做一些應用科技 做到給廠家的接口更加好的地方 令到可以採用技術來然後生產 這個就是我希望見到 以及廠家亦都有這樣的需求 阿教授 特區政府的想法 大家可以討論 但你都沒有心想怎樣想 你只聽過名字 它那些局的轉名字 最近這幾年轉了做什麼 就沒有了工業的了 它那個叫做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我為什麼經常記得它 因為是商務客位 經濟客位 我經常跟馬士一講 一個位長我很難記你的名字 但是它說商務及經濟發展 在立法會已經吵了一大力的 有些人說沒有了工業的 也沒有創新科技的 你看名字已經看到它的想法了 就是商務及經濟發展 在立法會已經吵了 科技有什麼都在立法會 你會不會覺得 其實它是比較輕視了 剛才你說的那些事 所以有些人 阿譚偉豪議員 在七月又提了一個動議辯論 又說要他整個科技局 有些人又說 鬼不知道他想做局長 那誰有本事就做到夠了 但是你看到它的走勢 就是洗錢的名字 其實他是覺得那些事 在香港發展不是那麼有角色 是不是 他經常覺得金融中心 經常覺得我們是最重要的 然後工業也沒有了 創新科技搞些 但是我們就是商務及經濟發展 那你怎麼演繹它的看法做法呢 我覺得就是名字是重要 但是也不是最重要的環節 那就是看你怎麼做什麼 那現在呢 我們看回 就是我自己覺得 一個香港來講 一個七百萬的人 我們知不知道七百萬是多大呢 是大於丹麥 他只有五百多萬人 他們都有很多工業的 很多技術的發展 所以我自己 不是因為我自己在科大教書 而這樣講這種說話 我最希望就是 你什麼名字都沒有所謂 但是最重要就是 我們將我們的所有市民的心 就是因為你就算做財技 但是你做財技 你都要做一件事而已 不是財技是錢來錢去的 那你財技為什麼有什麼發生呢 因為你的錢拿來投資了在一間廠上高 投資了在科技上高 你當然可以買磚頭的 但是不只是磚頭的 我們每個人每日 又要用不同的物料 用不同的物料 醫藥產品 我們要用能源 不同的科技 所以我自己覺得來講 好了 名字是一件事 但是怎麼能夠將我們那個科技 放在一起 和經濟一起 怎麼能夠將錢和科技 一起配合 我最覺得現在香港 有一個很大的機會 什麼機會呢 就是我們香港已經走了一條路 因為歷史問題 走到今天 今時今日 我第一件事 就覺得我們不可能走回頭路 從頭開始 沒有這樣的事 我們今天一定要問自己 我們的位置在哪裡 我們香港人有什麼經驗 有什麼知識 可以更加利用呢 所以我一點都不反對 我們在財經方面大量發展 但是香港有一個很有機會的地方 就是 我叫做 英文叫做 Technology Market Place 是什麼呢 就是科技市場 我們香港人 周圍走 去很多地方 也都很精明和很善變 跟著潮流變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就希望經濟 怎樣能夠將我們的科技 就是廣泛化 將外面的科技引入來 而給我們香港的人 或者沒有所謂的 香港的廠家說 我想做一種某樣科技 這個是我發展有機會的 那我們會怎樣做呢 就是譬如我們科大 我們香港的科研中心 譬如我們的納米和先進材料中心 就是將我們的資源 和廠家一起合作 但是引進外面的科技 科技買賣而已 都是買賣 但是就是科技買賣 將它組合去 然後做個產品出來 以最快的時間做這個技術和產品出來 我覺得有個機會在那裡 教授 其實我可以告訴你 在立法會裡面 在我們的事務委員會 就是 誰來過我們委員會的教授也好 你們的科學家 大家都會知道 我們是很支持的 你不要聽有些人說 立法會有什麼都吵吵吵 有些當然會 但是這些我們很支持的 有些人來過的都經常都說 我聽到你的議員每次都問政府 為何花這麼少錢 為何不做多些 所以在這方面的發展 就是立法會不會阻礙的 有時候我聽到有些官員 他們有些人很缺德 為何呢 在外面有些人問他的事 為何你又做什麼 立法會很差的 你也知道 阻礙了 有時候是這樣的 所以你不要相信他 在這方面我們是很支持的 但是也有一些事 我們有些人很顧忌的 就叫做官商勾結 利益輸送 因為你剛才說 你說怎樣拿些公帑 又跟他合作去發展 就是這個原則 我們大家都未必會抗拒 但是我們有些擔心 就是我跟你合作 我為何要找甲公司 我不找月公司呢 我找了你那時候 月丙丁個個就來吵了 你又可以 你無端端撥幾億跟他合作 那些規矩是怎樣定下來的呢 即是我們民主黨都贊成的 甚至你說有些優惠吸引你 我們都覺得可以想 問題就是怎樣 所謂英文叫rule based 即不是說 我和你老友 我認識你老爸 或者認識誰 即是怎樣去選那些人去合作呢 教授 以及我們在立法會 我們都跟新加坡經驗 可能都有一些 即是你政府是很大的 你又有醫管局 你又有很多部門 你先在你那裏推一下 是吧 所以你覺得是怎樣 政府是和商界去合作 而不會引發有些人來吵 你官商勾結 你偏坦呢 是 因為我們都行了一個時期 我們的科研中心 我們怎樣呢 就是每一件事就是公開的 公開招聘 所謂的 全部人呢 來找我們談 我們個個都談的 然後呢 就說 我想做一個項目 當然 我們公開了招聘之後 我們叫做call for proposal 即是說 有什麼人想申請一個項目 來做一個科研項目的 我們完全公開的 我們做了都相當多年 你知道呢 我們應科院呢 是2001年開始的 其他呢 我們香港政府呢 就有四個科研中心 也都是2006年開始了 我們因為 都知道呢 這件事非常之小心 因為呢 如果我們做錯一件事呢 即市民就會說 這樣的官商勾結呢 這個沒得再來 我們呢 就有個規矩 亦都定得很清晰的 我們有外面的審批的委員會 我們也都有各間大學 不只是科大的 即是有港大 有成大 那些教授參與 將這些公開了 我們現在呢 也都有機制在那裡 那當然 那你說最後 那為什麼這間公司呢 這樣呢 我們是這樣的 所有公司呢 都可以和我們合作 我們非常之歡迎 現在就擔心公司不來 實在就是 是吧 我們也都希望趁這個機會 用這個節目說一下 非常之歡迎 因為我們呢 我們覺得 希望香港的廠家呢 成功 許賺錢 請我們學生 我們非常之高興 因為我們最後的目的是 呢 就是希望為香港製造一些高增值的 即高質素的工作 給我們的子弟 這個最後的希望 所以呢 那些廠家來到之後呢 他說申請 我們有個審批委員會呢 就看哪個項目 是值得資助 就是 是否可以成功 做完出來的結果 是否真的對社會有用呀 對科技有用呀 我們傳到現在 在過去的十年 六年至十年之間 我們已經做了一個 就是起碼我們的科研 其他我不太知道 但是呢 我們幾個科研中心呢 全部一個很 就是很細緻的機制呢 來 來 做到公開公平公正的 我相信這個是很重要的 最近我都看到 政府給一些文件立法會 就是說他們都檢討過 因為就算有些議員呢 都覺得是否那個審批程序 是不是又很長呀 又很可能僵化些呀 是不是有些事情 他經常說的就是 那個協同效益 就是他覺得 可能現在好像分散了 就未必有協同效益 你自己怎樣看這個呢 是 那樣就是 我們做事呢 最重要是一個平衡點 我們如果怕做事 怕失敗呢 是不行的 但是如果不是一個機制 令到我們的東西 什麼都清清楚楚的 亦都不行 那我們怎樣能夠 怎樣能夠協調到 我們做事要快 就是香港人做事是很快的 我們有勤力 又不是坐 我不覺得我們蠢 但是怎樣能夠我們 我們將這個平衡點 就是選擇一個點 令到大家做事又快 我們知道的 因為我們小心的時候 就會慢了 但是我不覺得 我們沒有機會 即是再檢討一下 每一件事 就是我自己覺得 就是 永遠都有改進的空間 即如果你說沒有改進的 這個人已經可以炒牛乳 因為沒有改進 就是做完 你可以回家 所以我覺得 應該應該我們不停的改進 令到我們就說 喂 這些東西如果是慢的 那就改進 看看怎樣快些 你說 是不是安全 是不是我們沒有官商勾結 這個問題 檢討 但是我覺得 現在如果能夠 將我們 即是全部香港市民 我們官方也好 我們大學也好 議員也好 大家廣大的市民 你不要說什麼 我們的科研中心 都是香港市民 在做事而已 大家都知道什麼事 譬如我們現在 我們的立體中心 有100個人 多些 大部分都是香港的市民 大部分 絕大部分 所以大家都知道什麼事 如果能夠 將我們所有的經驗 即是組合滿 再問自己 怎麼能夠 將我們的 目的 很簡單 製造高增值的 工作 給我們的市民 如果目標是清楚的話 我覺得 有很大空間 可以大家坐下 再改進我們的系統 怎樣能夠 夠廉潔得來 清楚得來 沒有偏袒任何人得來 還是很快做事 我覺得 還有很大空間 給我們改進 他最近檢討 你也有份參與 我相信一定有 我都不知道他檢討成怎樣 到底什麼時候 拿什麼來立法會 你剛才提到 英文 Critical Mask 你是不是覺得 大家聚在一起 是會有效益的 我們現在好像很多 都散開了 你講一講這方面 你的看法是怎樣 好的 我們就是這樣的 好像成行成市 人人都知道 我們香港 我剛才所說 我很多學生 我自己都教了很多 博士生出來 香港 我回來十年 有很多個畢業生 畢業 你看回現在來說 他們出來要拿工作經驗 問題是這樣的 因為香港 我剛才說 我自己覺得 有一個斷層在那裡 即是不夠這麼多 這樣的工作 給他們 就算你們的視頻看到 讀完書考完試 還沒得 就算你又拿了博士生 博士學位還沒得 因為真的要工作經驗 要實踐 一定要做得多 才可以做好事出來 所以 現在的斷層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 我們不是很夠這些高挑戰的 高科技的工 給我們的子弟來做 當然你說公司 公司 公司又要很多時候 你知道 我們很多 你一定有些親戚朋友 星期一回去深圳上班 星期五回來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這件事 都很累的 我見到 我在將軍澳下面 有些其他認識的朋友 就將軍澳走到深圳 兩個小時 又要坐地鐵 又要坐火車 一輪輪才能去到 即是深圳有很多 高挑戰高科技的工 我們反而沒有 多些 那我們的策略是怎樣呢 我覺得 現在 如果將我們組織 有一個 我們叫做 Critical Mars 即有一個 即有些人在那裏 聚聚在那裏 我就希望 因為現在來講 科技的發展 最重要是一個人 我們現在怎樣能夠 訓練到我們一班 剛剛出來的 博士生也好 學士生也好 碩士生也好 做科技這班人 怎樣能夠有機會 給香港發展 當然 當它成功的時候 它可以周圍走 但是最重要就是 開始第一個階段 那怎樣能夠訓練它出來呢 有個經驗先 那你三四年經驗之後 你又不同身價了 你給別人告訴別人 我做過這個項目 我真的做過這個產品出來的 還有我拿到一個PhD 這樣又不同了 所以現在的Critical Mars 我很希望 在我們的科研中心也好 我們其他的香港 現在香港呢 就有這樣的 香港一個很大的長處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香港呢 對知識產權 尊重性 以及保密 這個就是 不是我只是個人的意見 亦都是很多人的意見 說香港做一些高科技研究 保密是比較國內安全的 那些廠家都會這樣告訴你 所以我們是有一個地位在那裡 我們尊重知識產權 亦都有這樣的文化在那裡 所以我很希望 由科研中心 做完這個之後 亦都做多些公司的 因為我們現在 很多公司 就沒有什麼做科研的 就是不是那麼多 我們很希望 如果政府領導 走第一步 然後我一定要鼓勵 因為政府是帶頭作用 不應該是我們給錢的 一定要是私人機構 但私人機構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如果我虧本的 我沒有理由做的 那些錢都要來 我沒有稅收的 所以如果政府走第一步 怎麼能夠再鼓勵 我們香港的很多廠家回流 為什麼呢 因為有一個好處 國內人工增加 香港比內地更便宜 就慘了 不會是吧 追 但現在是這樣 我們人家這樣走 就是追上來的 那我們就很希望 他人工的分別 不是那麼 開始拉近了 那我們 你不用員工去深圳 不用去龍江這麼遠 你只是回香港 那我們就要有一個計劃 現在我們說六大產業 這個科技都是一個產業之一 如果我們做一個配套 給我們 即是有個科研中心 又開始訓練一些人出來 還有鼓勵 最重要就是有些地方 就是我們鼓勵我們的香港公司 就在香港做科研 在哪個地方呢 你覺得 現在科學員再發展 下一站都不夠的 夠不夠呢 我們有三個工業村 我覺得不夠的 我希望香港的 即是我們 當然如果你說賣地 就是回套最快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策略 是資助地方的問題 將軍老洞有地方的 但其他地方 我的消息說 譬如大埔 如果我們也有些地方 政府如果說我們也有些地方 是鼓勵的 即是香港做科研的 我們想鼓勵你 香港我們工業村也好 我們再畫地出來也好 對香港的發展 是會有一個很正面的影響 這個你也怕跟政府談過 你也想 我呢 即是我們自己 因為我自己已經很多 我現在搞我們立委科技 和先進材料都很忙 所以這些政策性的問題 都是歸回我們的ITC 創新科技處來處理的 處長一定聽過你的意見 今次其實 我們也想找處長去 處長就沒有空去 不過他也有個教授陪了我們去 但是你自己理解 政府在這方面 是否都心動動想做 因為涉及地 香港政府很緊張 但是他又有些工業大廈 放在那裡又不用到 這個地來講 我經常說 地我們科學園很漂亮 但是我們最知道就是以色列 雖然我自己沒有去過以色列 但是我們也知道 作為工業發展來說 工業村都可以的 不需要一定是科學園的 我們就有些 如果能夠有一個政策 即是什麼地都好 總之有一種 還有有整個配套 當你做科學園 做工業發展的時候 就可以說 譬如消防局 怎樣看安全性 我們一定要保證 當你做這些研究的時候 就是安全 所以如果能夠整個架構 拿出來 鼓勵我們香港的廠家 如果做高增值的研究 我們都會支持 怎樣支持 當然我們要小心 觀賞勾結的問題 但是如果台灣解決到 如果新加坡解決到 我們都應該有方法解決到 即是要做連結的 也都公平公開公正的 應該解決到的 然後我們有一個整個配套 對香港的發展 是一定有好處的 至於那個吸引外地的人才 你覺得香港現在 在這方面 是不是都很有競爭力 即是譬如說 有一個很厲害的 博士在其他地方 即是如果他說 都走過來亞洲看看 即他會不會覺得 都想來香港 或者都是去新加坡 或者什麼呢 即我們的吸引力 是有多大呢 是 據我所知 我們現在香港 都有很多 從外國來的人 即很多原因是 我們香港今上 很多香港人都在外國 這些小朋友大了 即是這樣回來 這個是很重要的原因 是的 不要說什麼 我們科大很多的學生 就是那些 ABC 即是美國那邊 美國出生的那些 中國人 然後回來 為什麼呢 因為爸爸媽媽香港人 他說 不如你回到科大 做交換生 交換生 我們很多這些 他懂得廣東話 美國人 但懂得廣東話 但不是政治這些 譬如我們做 我們的立米中心 亦都有外國的公司 來跟我們做項目 當然我們公開 我們說 如果你肯在香港 成立一間公司 沒有問題的 雖然你是 這個是在瑞典來的 你要在香港成立公司 你來香港發展 非常歡迎 跟你合作 我們現在是有這樣的 人在 有這樣的公司 在香港 你說夠不夠呢 當然 現在我們 人家來到 我可以告訴你 我自己聽 我不能夠看 沒有上海人 聽這個節目 他跟我說 這些就是幾個人 不是一個 有些外面的記者 有一個在美國來的代表 那邊的記者 他說 任我選 我一定選擇 香港 為甚麼呢 因為香港 是比較集中 生活多姿多彩 有很多選擇 一定不多姿多彩 在新加坡 我不知道 我只是跟上海比 他說 一些東西很方便 還有 他們 我們的 國際學校 做得非常之好 不過你說起這一點 我一定要說一說 教授 有些人非常之好 但是很多外國商會 他們走來跟我們吵 而且我自己也坐在 政府方便營商 諮詢委員會 他們吵甚麼 就是沒有位 但政府就說 不是 我們有七千個位 現在做五千 人家說 為你那兩千 你自己留回去用 他很想入那些學校 就沒有位 我那些最高級的職員來到 他兒女沒有書讀 他當然不來 還有我們這個國際學校 很多本地人都去 這是一個大問題 政府就說 我最近整了四幅地 過幾年又會建好 但是暫時到今天 我們立法會最近幾個月 問了三四次這條問題 都是不夠位 兩樣東西 有些他們很生氣的 一就是不夠位給子女讀書 二就是空氣污染 他租貴都沒有那麼緊要 這兩樣 你有沒有留意到 他們來不來香港開公司 他們嫌棄 那兩個是問題 這個是問題 但我自己 你的經驗就是 他們很喜歡香港 很多人都很喜歡香港 那就好 但是新加坡 我們去看他們 他們的機構 都好像炫耀給我們看 我們有多少個博士 哪裡來 跟他們比我們 不輸蝕 我們香港一點都不輸蝕 現在最重要就是 我們要做多些應用科技 來給我們的廠家 因為我們政府 是能夠做的有限度 最後都是要私人企業 才是真的有空間的 這個我們唯一就是 做一個這樣的環境 讓我們的私人企業 向香港來發展 你覺得這方面 是我們不做得足夠 令到私人企業 想和大學大家去合作 是否足夠 我不是這樣看的 是個時機 我覺得今時今日 到今日來講 因為國內的環境的轉變 我們有這樣的機會 如果大家看回 跟朋友聊聊天 他們知道 變成了香港 開始有做了 因為也有什麼需要 我不能夠再用過去的模式 所以現在來講 時機是響導的 聽住了 教授說時機在這裡 看看我們怎樣去捉住他 這個時間就沒有了 我們多謝教授 多謝你 多謝下次再聊 拜拜 拜拜